我等了你23分钟 你确定10分到 那就13分钟 13分钟约10分钟 10分钟以内还好吧 以内还好 对对对 半个小时以内都是国际里面 文涛呢 她说她已经改了 已经改签了 对 她说她已经改签了 她的也被改了吗 还是 不是 她赶不上了 她到现在还要20分钟才到机场 她过来飞机去飞 那不是还有一张头疼舱吗 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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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骗你们了 天呐 我好不单纯 我现在第一反应链了一张机票 我说我帮她在门口拖你知道吗 我真的生气了 我以为她的也被搬了 然后她跟我说 兄弟 别耽误你了 你赶紧进去吧 大骗子 我还说我忘了你 你知道我的机票被改成了吗 什么改的 不知道是被谁改了 那你咋上来的 经济舱 经济舱如果没位置 你咋带来的 这要是一时早上才发现 是的 我没有发现 我到机场还有五分钟 我发现 真的生气了 拜拜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人家伙食都到了 伙食问到哪儿了 刚下船 本来约的五点半就那个 试着 试完了 试完了 昨天真的会泄 昨天真的会泄 昨天我们去吃吃饭 然后吃吃饭的时候 聊到那个 周 就是这个电影 浦一星看过了 除了她以为大家都没看过 然后他们就想看 去买了一些水果 还有瓜子 在文桃房间里面看 但是我呢 我就不想看 我就被他们硬拉着去 大家就在这看嘛 然后我说要关灯 关灯之后 他又开起来了 因为太吓人了 到最后我差点都看吐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被吓吐了 我真的会写 我周年好几次要走 我就离得远了一点 他们都把我按一下 不让我走 他们说让我提前感受一下 明天录制的内容 先提前进一下状态 Q都被你给拴走了 我真的拴Q了 所以昨天晚上我回来之后 我做了好多好多思想斗症 到底要不要关灯睡 把我自己先哄睡着 然后再说一句话说 小伟一帮我关灯 我怎么变得真好开啊 我现在好开啊 我现在给你给你帐子没有 老铁 快让我给你这个 你也吓我一跳 我们今天是真假对照 他们怎么一个比一个精神 我觉得很热 那不然呢 都带你所赐啊 以下的 都要看这个电影 四点都睡了 那你俩这么久了 拿这包 这不刘备在这呢 晚上工作了 今天晚上真的我们收工有点早 到9月12点 然后呢火树就要去打麻将 我说那行 我说要不我也打吧 然后就喊着石凯一起去了 一下就打到了早上7点 能说吗这个 火树打麻将太慢了 一边跳舞一边在那边 一边在那边打麻将 以前啊石凯是这样的 他还拿到手腿之后 掉来掉去的心不在焉 他都忘了他打 他也不知道他要看什么 反正就是不打 然后就要催 现在石凯好一点啊 火树真的是还是很慢 真的不行 但是打麻将确实很开心啊 你们主要知道我们 录完节目之后 还去打麻将 但估计以后不会这么早吧 方总 真的比较累的昨天 因为昨天感觉做了一个大型的优扬 室外跟室内结合的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超大的突破 然后你知道我们第一关最刺激的是什么吗 我们带着那个手盘是奠击我们的 宙斯那个美容衣 不加凝胶在脸上那种感觉成一百倍 太疼了 真的没想到节目走来真的 我的天哪 有一个环节很牛 是那个进了一个那个走廊里 走廊的尽头呢 它上面有一个圆洞 然后黄总红男是我们昨天的队长 他说是不是要我们往上爬呀 然后他就要往上一扒 一扒上面有个手干架 就有一个踢行人在上面 那个原来那个人是干嘛的 你知道吗 本来是那个踢行人要往下落的 吓我们的 但是我们走错方向了 然后我们就赶快往回跑 那个时候那个NPC才那个落下来 要不然那个NPC应该是怕砸到我们 然后昨天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 就是那个黄总红帆穿的衣服跟NPC非常非常像 是那一群体型人 他们脸就是特别特别白的那一种 然后呢我就疯狂的乱跑 就是我要去找我的同伴 我就看那个人是不是黄总红帆 我就说是你吧 黄总红帆 让他一转脸 我去吓死我了 是一个非常白的脸 真的把我直接吓得窒息 我赶快就跑了 我们有一个环节是要走到那个楼梯间 我们走过去之后 就把楼梯间门给关上了 然后呢我们五个人都到了 没有人发现黄总红帆没在 就直接把那个门俩往下拉了 黄总红帆也在外面 一直在那边敲门 一直在那敲铁门 然后我们就在想 我云真的是 为什么我们都已经见到 还在那儿敲敲敲 好想啊 发现我们少了个人 黄总红帆还没进来 然后那些NPC都看不下去了 跟他一起敲那个门 告诉我们 他还没有进来 蛮厉害的 我觉得很戏剧 昨天很多环节都很戏剧 但是很沉浸 对我没有压迫感 我玩得很好 结果是 Atlantxo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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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